快樂聯報棒 林毅正科長 林科長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對 你們財政局應該是我們聽眾朋友超級喜歡的單位 因為每次來都要送我們聽眾朋友的禮物 那今天送的東西很厲害 要送東西之前我先介紹一下 有看直播的朋友 我們有看直播的聽眾朋友會發現說 現在我們在直播的現場 我跟楊潔跟我們的來賓 我們現在都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知道嗎 我們中間有用一個隔板 就像電視台一樣 中間有個隔板 給大家聽一下是真的有一個隔板 有沒有 我上次上節目的時候 跟我們聽眾講說 戴口罩又主持 在講話 有時候眼睛又冒煙 有時候呼吸又不舒服 所以我們我就跟電台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買個隔板 真的我們買了 這可是從視訊畫面看起來是看不到 可是它真的有 因為它是透明的 也是為了保護我們 那今天要送的東西 下個階段會開call in 那要送什麼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禮物呢 楊姐一看就超級喜歡 因為最近我的朋友們 紛紛都在坐月子 哈哈哈哈 那家裡面呢 有時候也都會用得到 比方說我們可能家人不方便 也許在隔壁還是怎樣 我們都會拿什麼叫啤鍋 用一個保鮮盒 保鮮啤鍋 那或者是說坐月子 我們可以煮麻油雞 煮麻油雞 然後煮素不辣 應該素不辣應該不是那時候吃 煮麻油雞 丁寶 就是放到保溫鍋裡面 怎樣 帶去月子中心 給媳婦吃 還是說給老婆吃 那這個保溫啤鍋 楊姐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來講的話 像這種保溫啤鍋 都只有一層 就是裡面只有裝湯 不過這個保溫啤鍋呢 很厲害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獎品 這個保溫啤鍋 它有分三層 裡面是裝湯的 裡面是雞湯的 再來第二層呢 有第二層 它可以裝菜 或者是裝飯 那上面一層呢 你可以裝菜 裝飯 還是說你要裝一些 比如說雞排 還是說裝排餐 還是說你要裝一點蔬菜 都OK 三層式的 而且它是304的 不鏽鋼的材質 非常厲害 我們同事上網去查 他說這個要破錢 真的很厲害 等一下下個段落 會開空譯送大家 有三個名額 所以大家一定要聽得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跟我們的 煙酒法令有關係 煙酒法令 我們知道這個 煙酒 其實上次 記得還有一點點印象 就是我們有談到說 你去國外 現在是不能出國 如果說 我們出國 以前 我們大家都會在 所謂的免稅店 買煙 叫大家 如果說你今天 免稅店買煙回來 你自己抽就算 不要賣給人家 這上次 記得大家應該都有點印象 那 酒的部分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撕煙、撕酒 這個東西 要跟大家來特別強調 撕煙跟撕酒 千萬要特別小心 請科長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撕煙、什麼叫撕酒 現行我國 如果說你要產製或是輸入煙酒的話 現在是採許可製 那也就是說你一定要取得 財政部合法的許可執照 然後你才可以去產製或是輸入煙酒 不然的話就是撕煙、撕酒 那撕煙、撕酒 就是代表是自己做的嗎 不一定 就是有可能是產製 自己產製或是輸入 從外國輸入 然後你沒有經過合法的許可 那個就是撕煙跟撕酒 無論說是不是自己做的 你只要未經許可 就叫撕煙或撕酒 對 OK 就是你如果沒有經過政府的把關 政府的把關這些 都叫撕煙跟撕酒 無論說你是不是 這個東西到底在外國 到底合不合法 只要沒有經過政府 台灣 我們政府的確診 都叫撕煙或撕酒 那當然有人會問說 科長那這樣子我們家很厲害啊 我們媽媽很厲害 阿嬤很厲害 還是爸爸很厲害 我們爸爸也要釀酒 我們自己會釀酒 無論說自己喝什麼小米酒啦 還是說有人會在家裡面釀 梅子酒啦 水果酒啦 對 這樣子難道不行嗎 那政府考量到我們國人也有這種說 自己去釀造酒品來飲用的習慣 所以說釀造酒品如果說它是公製用 會超過一定數量的或是不會被處罰的 OK 那不超過多少 那分兩部分 煙的話 就是包括它成品跟半成品 每複合計是5公斤 那酒的話是100公升 100公升 所以煙有人在自己做煙喔 比較少 因為它那個 也有機器蠻複雜的 蠻複雜的 蠻複雜的 所以種煙草也不 種煙葉也不見得會自己做成煙 蠻困難的 困難 沒有 做煙沒有那麼簡單 那個機具你包括說 你要把它用碎然後烘乾 你還要把它捲成一箱煙條 然後你要買前面綠著什麼的 還要包裝 然後弄成一條 那個不簡單 你整個去買現實的就好 用買的就好 是 所以是 私釀的酒的情況是比較多一點 自己做酒會比自己做煙來的簡單 OK 像自己做釀酒的部分 剛剛 楊姐在節目前有跟我們科長在聊說 像這種釀米酒 比如說釀米酒好了 釀米酒相對應該是蠻多人 也許自己會在家裡面釀 那還有一種叫小米酒 像我們的原住民朋友家裡面 有時候也都會釀一點小米酒 這個自己飲用是OK的 那 可是自己飲用的數量也不能夠太多 就是你一次製造的數量 然後你就每戶不能超過100公升 OK 每戶不能超過100公升 可是現在像網路很方便 像有的人會在網路上販售 販售自家出產的農產品 對不對自家出產的農產品 比方說我今天家裡面產梅子 OK 聞到 賬梅子 那我在網路上賣 賣梅子OK 可是如果今天做成梅酒呢 可以賣嗎 因為剛才講過 你一定要得到許可執照 你才可以去產製 對 在一定的數量之下是不會乏 這是沒關係 可是你如果說 你把私那樣的東西 然後拿到外面去賣 那就是食酒 那你販賣食酒跟產製食酒 就會在醃酒管理法裡面 就要受處罰 會罰很重嗎 蠻重的 像你那個 產製的話就會罰5萬到100萬 販賣是3萬到50萬 OK 就是你是有益的 對 你自用是沒關係 自用沒關係 對 可是現在很多人 很喜歡一句話就是 小農自產 你小農自己慘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農民朋友 有時不小心觸犯到這個法令 他不知道嘛 對不對 他可能覺得說 我自己家裡面都在喝啊 都在做啊 我覺得這品質也很OK 那我們家比如說 我們家的梅子啊 美酒也很好喝 為什麼不能賣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說 不是說不能賣 你是要經過核准 核可才可以 對因為 經過財政部他核可的話 那我們都會對他 包括他的原料 包括他的產製過程 對 我們都會做那個檢查 那這樣子是對消費者是比較有保障 如果沒有經過這層檢查的話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原料是不是 他的情況怎麼樣 製造過程的衛生標準 是不是合不嘛 所以比較有風險 所以這部分的話 被查到的話 就會有受到處罰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是買東西 尤其如果你喜歡品一點小酒的話 你網路上也不要任意去買人家私釀的酒 他也會有風險 當然啦 私釀的一定有風險 那在這邊跟聽眾朋友講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裁罰的案子是 民眾他把他在家裡面用不到的酒 或是他已經增長很久的酒 沒有去喝的話 就拿到網路上去販賣 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多 甚至可以說是最多裁罰案線 那他們是認為說他不知道還是怎麼樣 因為法令的規定 因為我們現在法令規定是說 你菸跟酒不能夠販賣給未成年人 對 那你在網路上去販賣的話 我們無法去辨識說 這個購買者他的年齡是多少 對對對 所以菸跟酒千萬不要拿到網路上去販賣 可是像科長有人家裡面珍藏很多年 是那種紀念酒 還是說那種很多收藏家在收藏的老酒 這個部分網路上也是不能賣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對 就是不能夠知道他是不是滿18歲 其實網路就是無國界 你也不知道對方的年齡 對 真的不清楚 是 所以這部分網路上就不要去販賣 那你也不要去購買 OK 那像剛剛科長我們談到說這個 醃酒品自己如果說用不到 網路上不要去賣 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你不要去用網路賣 可是當然如果說認識的呢 如果說認識的 可是認識的 比如說認識的朋友 我也不可能問你說 那個林先生 那我跟你買這個老酒 你有沒有這個許可證 對不對 朋友 你只要不是施釀的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那個酒都可以流通 都可以販賣是沒有關係 只要大家記住一點 施釀的就不要拿出來販賣 施釀的不要 是那樣的只能自用 OK 好 那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科長 那如果說今天好了 你說網路上不能賣 因為不知道對方是不是滿18歲 那現在很多賣家也很聰明 那可不可以用麵膠 我當面賣給你 規定就是不行 而且我跟各位聽眾講一下 因為現在也真的是 網路上有很多專業檢舉人 會去網頁去瀏覽去搜尋 有人在網路上賣煙酒 他就會去檢舉 如果說被檢舉的話 然後我們再去做行政調查 你真的是有在網路上賣的話 那就一定要依照規定來處罰 OK 這個很重要 所以網路不要賣酒 也不要去網路買酒 這很好 那當然很多朋友有一句話 常常聽到就是 酒 喀嚕固嚕嚕喝 那嚕香 越沉越香 酒一定越老越香嗎 那如果說 這個部分會不會牽涉到酒 是不是有有效期限的問題呢 還有就是 如果說這個酒 它本身會有這個期限的問題 那還能販售嗎 其實真的很多人 大家都有這個觀念 酒是放越久也好 然後甚至上 我們到外面去稽查的時候 業者賣酒的業者 他們認為說酒是越整越香 放越酒越好 那這部分不一定 像我們平常最常 人家平常流通最多人在喝的啤酒 它的保存期限大概就是6個月 啤酒 所以在煙酒管理板裡面 它有規定 就是說你酒的酒精度在7%以下 或是它的腎裝容器 它是屬於用紙類或是塑膠類的話 你一定要標示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限 酒精濃度在7%以上的部分 是沒有強制規定 但是我們常常在市面上會看到 像葡萄酒、黃酒或是燒心酒 這些有色酒品 它大概都會標那個有效日期 那這部分也算是有期限的 OK 那超過期限的煙酒就不能夠再去販賣 所以說有一些人會在家裡面 我覺得蠻常見的一點就是 保藥酒對不對 很多啊 像楊姐我的家的阿公阿媽 以前也都會釀那種補藥酒 很薄的 就是當冬天來的時候喝一點點覺得還蠻暖和的 對身體感覺好像 也燒熱起來 補藥酒 那這部分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自己喝是OK啦 對 剛才一直有強調 自用不超過100公升 那是沒關係 對 就是一定要記得一點 不要拿出去做販賣 不要拿出去做販賣 這個就是特別特別小心 那剛剛我們科長有談到說 有的酒它本身會有有效期限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的民眾 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買很多嘛 比如說紹興酒啊 像剛剛科長你談到的黃酒啊 他就買很多 那買很多 如果說 他又拿出去賣 就不小心 他又本身又是個過期商品 那本身的這個狀況是犯法的嗎 欸販賣預期 就是過期的煙酒的話 那會被處 新台幣1萬以上 5萬以下的罰款 那就 可能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去拿出來販賣 反正預期 大家記得就是不要拿出來販賣 對 1萬到5萬 對 OK 就是販賣過期的煙酒 都會被罰 香菸也會 香菸也是會的 所以香菸也會有過期的問題 有 香菸它是也都是有期限 真的 因為楊潔沒抽煙 然後問一下林科長 像一包煙喔 問一下一包煙 大概他存放保存期限多久啊 我記得好像是6個月吧 也是 也是不久就對了 也是不久啦 對 那這邊再提醒一下 聽眾朋友就是說 平常我們一包煙啊 以煙來講的話 它包括它的那個 煙碎 還有煙圈 那煙圈就是健康福利圈 他們兩個加起來的金額就是 已經是51塊8 所以大家如果在市面上去買煙 然後買到這個煙它價格 在這個以下的話 那應該就是有問題的煙品 對 那這部分就建議大家不要去購買 OK 因為這樣對大家比較有保障 一包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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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長說就是一包煙 至少你看喔 它也不含它的利潤什麼的嘛 就是你 管理費用啊 都不包喔 營業稅那些都不包喔 你去便利商店機 就它一包煙也要加一些費用嘛 對不對 裝一包煙 它就是煙稅跟煙捐 就51.8塊 差不多要買52塊 所以如果你說你買了一包煙 它只有50塊 那代表它本身有問題 因為它根本就不合乎嘛 因為我們 我們KELSE的最少都已經要扣到51.8 差不多52塊了 怎麼可能買一包煙才50塊 這不合規定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你可能買到的就是假的 可是有人會跟你說 不會啊 這個我從國 是我有門路管道從國外帶回來的 有可能是人家所謂俗稱的叫水貨 對不對 那 那他說 這在國外是合法的啊 那你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 這樣子對你來說 同樣的東西 你去便利商店買可能要70幾 要我賣你50 這樣OK吧 呵呵呵 不是 只要是看 因為你這種東西 平常最多的情況應該是它是走勢進口 喔對 就是人家他們會叫做什麼水貨 其實水貨應該能講也有分兩部分 一個是你正是從國外合法進口的 那個我們也叫水貨 可是另外一種水貨就是它走勢進來的 它走勢進來的 不管是煙或是酒 對我們 因為都沒有經過那個政府機關的檢驗 對 真的是沒有保障 不曉得我們喝了或是抽抽了 對身體有沒有什麼不良影響不知道 對 所以這種的我是建議大家聽眾朋友都盡量不要去購買 對 這個你真的不知道它裡面添加了哪些東西 添加物什麼的有可能不清楚 還有它上面註解的文字也有可能沒有中文的標示了 像我們去去便利商店買至少都有一些中文標示 比如說不適合孕婦秋啦 未滿成年不能購買等等一些警示標語嘛 可是你去購買來路不明的菸品酒品它上面也許都不會有這些標示啦 所以我們也很難去掌握它的那個本身的品質 好時間關係我們先讓電台進個廣告 因為呢 等一下要開放的問題都已經剛剛講完了 其實所以你就知道說我們等一下的問題是很簡單喔 那下個段落我們休息過後要開放COIN 先跟大家講一下電話 等會呢在廣告過後 楊姐要開放三通的COIN喔 要送大家這個價值破千元喔 真的是超厲害的我也超想要的喔 叫不鏽鋼真空的保溫提鍋喔 喔超厲害的的這個贈品喔 讓電台先休息一下 等會馬上回來送獎品囉 這輸桌面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心情在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放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念開放門 開放讓自己的完成責任 做生我們的心來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跟你們免費來解決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家族旅遊 員工旅遊 公司工廠交通車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車 要找哪家車公司才好呢 你的問題全球巴士公司都聽到了 觀光旅遊 工廠交通接駁 各式活動用車 只要你想得到的在客服務 找全球巴士就對了 從八人坐小巴到四十三人坐遊覽車 全球巴士給您舒適的乘車環境 平價優惠 全球巴士部專線 07 831 9037 831 9037 Come on Yo 聰明用電不藏私 節電招式交給你 冷氣26到28 搭配濾網固定席 老舊家電就換新 任命標示最放心 手足合佛最開心 YoYo 聰明用電好習慣 隨手關燈一直按 待機電器定時關 冰箱儲藏八分滿 做好做滿No.1 更多節能小配搏 請上節約能源園局網站查詢 更多節能小配搏 以上廣告由經濟部能源局提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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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台灣 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報 等下節目很牛很牛很牛時間 再給點四十三分 你收拾聽 是快樂聯報 新聞收拾 我系列和朋友 楊潔 準備跟大家講一個活動訊息 今年六月加工處啟動全台首座 數位轉型DTIH共創基地建構大南方 智慧製造轉型生態系 每年提供限量名額領袖級 數位轉型交流課程聘請南北權威講師 更有專屬顧問聯手打造策略藍圖 預計從科技產業園區先導 逐步擴散引領在地產業創新轉型 資策會指出呢 未來數位轉型是最關鍵的領域 物聯網人工智慧雲端數位 應用數位科技等等 製造業轉型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創造在地產業創新轉型跟發展 創造南部軟硬體產業雙贏 以上是我們資策會所提供的訊息 好回到節目現場當中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林毅正科長到節目當中 科長好 我們現場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不鏽鋼真空保溫提鍋 即將要開放Coin 剛剛在我們的廣告時間就已經有 聽眾朋友已經進線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第一通的Coin 哈囉 你好 哈囉 楊潔 你好 哈囉 林科長 嗨 你好 這是我們的明莉姐姐 明莉姐 好久不見了 太久了 太可以了 我有看到你的留言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們在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要問我們的明莉姐 也就是網路上可以販賣菸酒品嗎 不行的 是嗎 科長 是 不行 不行的 謝謝你喔 明莉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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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好 來 第二通的電話 喂 你好 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微信張 張小姐 張小姐你住哪裡啊 我住在澄清湖這附近 澄清湖 澄清湖附近 OK 最近下雨還好嗎 好 那 好像高雄很多地方都有下雨 我們這邊地勢比較高 地勢比較高就OK啦 大家要平安 好 來 那 第二個問題要問你的是 請問過期的菸酒品可以販賣嗎 不行 科長是嗎 答對了 答對了 謝謝張小姐 謝謝你 送你這個不鏽鋼真空保溫提鍋 好 來 還有嗎 那 再跟大家講一下 口音專線是9510975 馬上就有電話了 好 OK 好 這個真的很厲害呢 好用 超級好用的 超級實用的 好 那我們同仁 抄一下這個資料 等一下就接一下 其實像我們剛剛談到就是 網路上可不可以販賣菸酒品 其實是不行的 還有就是 過期的菸酒也不能販賣 這是過期不可以販賣 好 來 那 這一通電話第三通 哈囉 你好 喂 你好 大哥請問你怎麼稱呼 我姓施 施嗎 施 西施的施 哦 西施的施 哇 施 施大哥 你在哪裡 我在彰化 哇 彰化的施大哥 超超厲害的耶 真的齁 今天 今天你真的是 超棒的齁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call in 第一次call到髒話去 很厲害 來 施大哥來 第三個問題要問你齁 過期的菸酒品 如果販賣的話 最低 最低會被罰多少 我出個選擇題讓你選好了 最低會罰 三千 五千或一萬 請問是哪一個答案呢 是一萬 是嗎 科長 答對了 施大哥謝謝你齁 謝謝 謝謝 感謝 感謝 哇 我們的這些聽眾朋友 真的很厲害 尤其有我們彰化的大哥 打電話進來齁 真的很感謝齁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節目 一直都是在服務我們的聽友 希望讓大家吸收到比較正確的知識 比較正確的知識 那我們的聽眾朋友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電台來領 那等一下那個施大哥 因為他住彰化嘛 我們先留一下電話 看我們是不是用什麼方式齁 因為他比較圓齁 其他名利姐跟張小姐都是住高雄齁 因為住彰化的朋友 我們好好服務一下我們的聽眾啦齁 好來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要問我們的科長就是 剛剛我們談到的是入境旅客 就是出國 出國之後入境旅客 這個攜帶這個免稅菸酒 他是有一個限額的 每人是有限額的 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現行的規定 入境旅客可以攜帶入境的菸酒的數量的話 菸是五條 菸五條 酒是五公升 酒是五公升 那這部分並不是全部都免稅 那免稅的只有菸一條酒一公升 哦 那超過的部分的話 你會知道 那個旅客入境的時候 要向海關的紅色櫃台去主動申報 然後繳稅之後就可以入關 OK 這是現行規定 是 所以 菸 如果說免稅的部分是菸一條 酒一公升 可是最高最高可以帶到 菸五條酒五公升 可是後面的 四條四公升就要繳稅 四條跟四公升是要繳稅的 是 這個部分就是 一條是不用繳稅的 一公升是不用繳稅 再補充一點 是二十歲以上的人才可以 攜帶免稅菸酒入境 對 所以小朋友不行 對 哈哈哈 好 那當然如果 當然就不能超過 那如果超過的話 就是算不合法了 對 如果說入境旅客 你攜帶的菸酒 它回歸超量的話 是有罰則的 那它有分是菸跟酒 那菸的部分的話 它超量的話 一條它是儲一千塊的發環 一條儲一千塊的發環 要儲一千塊 然後酒的部分是以酒精度來區分 你的酒精度如果是在10%以上的話 對 一公升要儲三千塊 兩千塊的發環 哇 一公升儲 一公升 大概你就一瓶 看你是多大的 對對對 可能是 威士忌啦 那些可能又多一點 對 有的是比較大罐 對對對 如果是它酒精度在10%以下的話 一公升會罰五千塊 五百塊 OK 而且它 這些違規酒品是會被摸入 所以你就是不能 你就是被罰了 然後這些錢 這些也不能 又瘦掉了 對 OK 這個特別小心 有時候會忘記 有時候忘記 其實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免稅店 我們的這些服務人員都會提醒 然後都會去提醒 除非說 除非說你今天真的蠻大意的 那再問一下我們的科長就是 像有一些煙酒啊 它其實本身 像酒的部分 有些甚至它可能超過一公升 比如說1.5公升 那這樣我如果只是要帶一罐酒 可是它本身1.5公升 那變成後面的500cc就是 有碎金的部分 是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這部分是海關那邊 它去認定的 就是煙酒管理法規定 就是剛才講的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那有一點也很重要 剛剛我們一開始也有講到說 從國外帶回來的這些煙酒 它可以賣嗎 有人說我吃不了那麼多 還是說我用用買 結果發現說我要戒煙了 哈哈哈哈 有這種情況 你就送人這樣嗎 哈哈哈哈 因為你從國外帶進來的那個煙酒 你只能夠自用 或是剛才講的送人 就是愧贈親友 你不能拿來做那個 販賣做引力的用途 OK 是 所以那如果說我真的是 蓋北盒啦 我都已經千里迢迢 從國外帶回來了 那我現在說要戒煙或戒酒 真的也是傷荷包 那我乾脆打八折 還是打六折 哈哈哈哈 我們查到的話 我們就會處罰 只要有賣錢就是會處罰啦 對 我們查到 我只能講 我們查到 我們會有罰則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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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所以大家在買之前要想清楚 還有就是 如果你真的 真的沒辦法的話 你就乾脆就送人 你不要就是不要有盈利的 就不能販賣 就不能販賣 好 那買煙酒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了 這一罐酒很漂亮 還是說這條煙 有人是收藏 很漂亮 酒很漂亮 我要買它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其實我們這邊 查正在那邊一直宣傳說 我們在買煙酒的時候 有三部 大家記住這三部的話 就比較有保障 第一個就是說 不用來入不明的煙酒 來入不明 那是原來怎麼產生的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不要用 對 第二個 不選標示不全的煙酒 嗯嗯 它在外包裝上面標示不全之間 寫說它是什麼酒 黃酒 紹興酒 進度什麼 那個製造劑什麼 都沒寫的話 還有它的原料 特別寫那個 可能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不要去買 不選它嘛 第三個不買低價劣質的煙酒 就像剛才有講的那個 我們稅已經51.2 51.8了嘛 賣40幾塊50塊 這個低價的話 對大家都是沒有保障 對對對 那另外那個 如果說選購酒品的話 嗯嗯 我們有一個財政部 任優質酒類認證的一個W標誌 對對對 賣這種酒類的話是更有保障 因為這個都是財政部去 是是 認證過的 財政部去認證過的 好 那個我們的 呃 這我看一下 這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優質 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 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 他這他這邊會有一個字號 對不對 他在那個瓶子上面 都會印上去 對對對 好 OK 好 這部分呢 請大家可以特別的注意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科長 在我們的節目最後 是不是跟大家來做一些 補充跟呼籲的地方呢 欸 飲酒品的話在 因為大家就是 欸 喝嘛 然後吸嘛 那這部分的話 呼籲大家一定要去買合法 的醃酒品 對大家才有保障 因為 你不合法的 嗯 你 喝 以酒來講喝下去之後的 會不會傷害我們的身體 我們不知道 對 因為以前 有像那個喝那個 假酒 然後就中毒的情況 那對身體的傷害是很大 嗯 那這是我們消費者的 那個消費者 那業者的部分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你預期的酒品不要去販賣 對 這也是對消費者的保障 然後 平常上這個 另外就是網路上 剛才講的網路上 你也不要去賣煙酒 因為這個是我們相關的規定 那被查到的話 大家就要被 被處罰 那真的是很划不來 嗯 有可能有罰金 對 的問題 那如果說 像剛剛我們談到的 這一種 假酒 我就最最不OK 可能又會遇到就是 讓人家喝到 身體出狀況 或者甚至死亡 之前其實我們都有 看到一些案例 新聞 喝假酒 這個淋嘎酒精中毒 眼睛失明 眼睛失明 都有這種情況 對等等 我覺得這個 特別小心 那當然私釀 私釀酒的部分 再次提醒了 因為我覺得大家 說實在家 在家庭當中 很多人的手藝不錯 會自己釀酒 那自己釀酒 自用OK 但是你千萬不要 拿出去販賣 如果你拿出去販賣的話 包含像網路啊 還是說 我們透過一些管道私賣 這些都是犯法的 請大家特別小心 好的 今天呢 我們非常感謝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我們的林毅正 林科長 來到楊潔的節目囉 謝謝林科長 謝謝謝謝 感謝台中 鼎屏修天啊 我是楊潔 剛剛呢 我們兩位朋友 好朋友 駐高雄的好朋友 請你來快樂電台 拿你的獎品 那彰化的司大哥 我等一下要幫你爭取一下權益 不要讓你跑到高雄來 我們先進行到這邊 明天節目當中再見囉 掰掰 拜拜